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緊張嗎 疫情開箱 大家都很緊張 好 一起來看一下 少年節目獎 得獎的是 喔 有點緊 Shir 是青春 恭喜 恭喜 新穎且廣泛 扣連當代年輕人的興趣 從獨立樂團 四青到八家將 分別訪談青少年和職人 跳脫社會的刻板印象與框架 有新的學習與視角 恭喜高雄廣播電台 Chir 是青春 歡迎你繼續收聽高雄廣播電台 FM94.3 AM1089 我是倫馨 很開心 很開心今天能夠站在這個舞台上 那俗話說得好 就是師父臨進門 修行在個人 而我很開心 我有一個很好的師父 就是我們的林立組長 林立主持人 他在廣播的部分 教了我很多東西 然後電台的長官 還有新聞局的長官 也都很支持我們電台 然後不好意思第一次得獎 太緊張了 真的是很感謝評審給我這個機會 讓Chir 是青春可以得到這個節目獎的獎項 那同時我真的很感謝那些少年們就是陪我一起聊心事 陪我一起聊他們的經歷 然後讓我進入他們的世界 讓我進入他們的世界之後 我再把他們的世界告訴給全台灣的少年們 你們的心聲到底是什麼 所以今天非常感謝 我有這個機會可以得到這個獎項 那同時也是要感謝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因為今天要做神醫 所以沒辦法上來 那她一直在給我打氣加油 那也非常感謝我的在天上的奶奶 就是無論我過去做了什麼決定 她都會無條件的支持我 真的是非常感謝 那我再爆料一下我 其實之前的工作不是一開始就是廣播人 之前的工作我是當社工 所以基本上我跟那些少年們 在對談的時候 我都把她當成個案 我都把他們當成案主在跟他們對談 所以我就把我的角色盡量的放到最少 把他們的角色放到最大 最後就感謝評審團 感謝高雄廣播電臺 感謝我們的李莉主張的支持 然後給我最大的自由 謝謝 謝謝 感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